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来自吉安 好泰王碑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书法碑客之一 号称海东第一碑 它立于公元414年 在克力之后的1400多年间 好泰王碑一直淹没在荒烟漫草中 直到清光绪三年的1877年 才偶然被一个叫关月山的官府小吏发现 踏印碑文轰动一时 流传至今 好泰王碑的精品踏本并不多见 它的文字呢 笔画排列有序 2012年 通话师范学院 在民间征集到了保存状况良好的好泰王碑踏本 所以它在当时来说 书法来讲是一个精品 而且我们得到的时候 这些都折叠在一起 而且这明显判处 这是由小条纸一块一块粘截出来的 那么这个踏片也应该有100多年了 好泰王碑使用的 是当时的通用字体历书 但是又有所创新 融合了转立凯多种字体 展现出了一种古捉自然 朴厚敦实的韵味 在我国书法史上 独树一帜 成为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瑰宝 但是也恰恰因其突出的艺术价值 曾经险遭流亡海外 1907年5月 日军57连队队长小泽德平 统兵侵入吉安陷阱 建好泰王碑献为奇货 屡次商购 拟臣日本博物馆 支县吴光国不允 集资筑庭保护 名月来庭 1928年 吉安工商各界 集资修成了木结构碑亭 好泰王碑得以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为防止风化波石 好泰王碑被成功进行了化学封护 1982年又重新修建了 雄伟壮观的防古碑亭 好泰王碑书法研究院院长秦维国 从小就住在好泰王碑旁 1982年 因重修好泰王碑亭 秦维国搬迁离开了这里 但是曾经种在自家院子里的一棵梨树 在好泰王碑旁被保留了下来 每次来观摩好泰王碑 秦维国都要来看看这棵梨树 他觉得这棵梨树 是代替他来给这座巨石碑客作伴的 在顽强走过1600多年的风霜雪雨之后 命运多舛的好泰王碑 在2017年迎来了被发现140周年的特殊日子 朗朗晴空之下 好泰王碑书法研究院院长秦维国 铺展开了他刚刚完成的巨幅作品 同等比例原文临摹的好泰王碑碑文 碑文正面的八个字 国父民音 五谷风俗 是秦维国的最爱 用自己挚爱的艺术形式 演绎仙人的作品 吉安克制艺术家李毅发 也有着同样的愿望 李毅发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他用一把小小的刻纸刀带领着女儿 刻出了众多美妙精致的作品 近年来 李毅发的创作题材 越来越聚焦到了吉安的城市文化元素中 古墓壁画 三足金屋都成了他创作的灵感来源 2017年 为了纪念好太王碑被发现140年 李毅发也萌生了全文刻制好太王碑的想法 并且足足花了半年时间 刻坏了几十把刻纸刀 终于完成了这幅长达三十米的好太王碑刻纸艺术长卷 好太王碑 这个曾经被用来歌功颂德的巨大石碑 在今天 以文化密码的方式被传承 演变成了古今吉安人之间 一场穿越千年时空的精神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